大家好 今天要来教大家10个iPhone打字的小技巧 让平常在传简讯啊 打文章的时候都更加的有效率 立刻成为iPhone输入法的高手 而且今天有些内容是我原本不知道的 是做了功课之后才发现 怎么会那么好用啊 那接下来马上就来教给大家啰 首先第一个要教给大家的是 快速切换数字跟标点符号 平常我们在打字的时候 如果要快速的加入数字跟标点符号的话 其实你可以按住左下角的123 然后快速选择你要的数字 或者是你要的标点符号 它就会立刻跳回注音了 这一招真的超级好用的 我们动作再慢一点示范给大家看 就是在注音的这个界面 我们按住123 然后去选择任何的标点符号 它就会立刻跳回注音的界面 你就不用再切换一次注音了 接下来要来教大家如何还原输入 也就是上一步跟下一步 你只要用三只手指头轻轻的往左滑 它就会还原 然后往右滑就会重做 而且是非常轻 然后动作幅度比较小一点 不用太大力 那其实这个手势不只在背光幕里面可以使用 其实很多App都可以用 接下来要教大家如何打出言文字 就是大家知道iPhone里面 有那一件超多超可爱的言文字吗 首先我们切换到注音输入法 接着点一下左下角123 然后点左边的这个 锦号加号等于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笑脸的言文字 对不对我们点它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排言文字 但是其实这不是全部 你就按一下右边的这个往下拉的选单 这边就会出现超多言文字 而且超可爱 你可以想到的里面都有 像是生气或是翻桌什么的 接下来要顺便讲到一些比较常用到标点符号 要怎么打出来 例如说英文的上引号跟下引号的话 你可以长按中文的上引号下引号 就会出现这个可以选择的框框 你就可以去选择了 或者是在这个选择界面里面 也有这个比较粗的双引号 下一个要来教大家打出各种货币的符号 像是日元美金欧元等等的 首先我们点一下左下角123 然后这边有一个金额的符号 对不对我们长按它 它这边就会出现各种货币的符号 例如说日元这样英镑跟欧元 下一个我们来讲一下 平常我们在打网址的时候 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当我们打网址的时候 不是都会输入.com之类的吗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要长按这个dub 它就会自动跳出一个列表 例如说.com 我就可以直接选择 或者是官方网站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dub.tw 或者是dub.us 所以大家如果在输入网址的时候 也可以善用这个功能 下一个要教大家如何快速的移动游标 就是当你要修改或是复制等等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住空白键 然后前后滑动 你就可以去选取一个句子里面不同的地方了 下一个教大家如何切换单手模式 就是当你今天只有一只手可以打iPhone的时候 你可以把键盘都切换到同一侧 要怎么切换呢 就是我们按住左下角地球 里面最下面大家有没有看到三个键盘的符号 你就可以选择你可以用的那只手 像这样子就可以单手去打iPhone 再来下一招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用 就是快速替换文字 举一个例子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网拍要输入你家的地址 是不是很长一串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几个注音来替代你家的地址 那之后你要输入地址的时候 你只要打那几个注音 它就会自动帮你输入整串地址 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好用的呢 要在哪里输入呢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 那我们去找一般 接着我们去找这边有一个键盘的选项 大家就看到上面有一个替代文字点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那上面的字词呢 就是完整的地址 或者是完整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完整你想要输入的这些字词 然后输入码呢 就是你要用来替代的比较简短的字 那特别注意呢 输入码它可以用拼音注音或是英文字 它不能是中文字 例如说我家的地址是中正区中正路39号这样子 然后输入码呢 我就用三个注音来取代它这样 那平常输入的时候要怎么输入呢 来跟大家示范一下哦 例如说我在输入栏这边呢 我就打GGQ 然后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个地址 然后你就可以点击 它就会自动转换了 而且我觉得这一招非常方便的就是 如果你是在不同装置登入同一个Apple ID的话呢 它也会同步过去 那在电脑上面如果你要直接取代地址的话 你就是按空白键它就会直接取代了 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可以取代的不只是地址啊 例如说一些你非常常用到的字眼 然后很长一串的话呢 你都可以拿来替代 下一个要来教大家 如何开启打字震动回馈的效果 就是平常你在打字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震动的特效 那这个部分呢 必须要安装iOS16才能够执行哦 那要怎么设定呢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里面 接着呢打开声音与触觉回馈这个选项 在下面呢就有一个选项叫做键盘回馈 有没有 现在是停在声音的这个选项 我们点进去呢 就可以把触觉回馈打开来咯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打字看看 感觉是还蛮特别 就是有一种iPhone活过来的感觉 当然这样子应该是会更好点啦 但是用起来就会有一种打字机的那种感觉 就是蛮爽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打字小教学了 希望大家都有学起来 另外呢如果你还有想要学什么iPhone的小技巧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记得要给我一个赞还有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